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过去的一个星期的带领和眷顾 使我们有这个平安跟健康 在这个安息日 来到神的面前 来遵守神的圣日 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耶稣亚纪的第23章 其实耶稣亚纪的23章还有24章是讲到耶稣亚他要离开这世界之前 跟那些我们说那些带领者来讲的一些话 耶稣亚知道说他年纪已经老迈了 当时神也让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说安顿下来在这个迦南地 所以耶稣亚他就召集这些 我们说第二节那里看到这些长老 组长 这些审判官 这些官长来到他的面前 就对他们说他年纪老迈了 那就开始来去告诉他那些神在这以色列人百姓身上所行的一切事情 也要告诉他们神对百姓的要求是什么 甚至他要让百姓知道说如何来去行 其实我们看这个23章跟24章的话 我们发觉到说这是官夫百姓他们安顿在迦南地之后 关于到他们对神的一些事情 这也是直接的影响到他们以后 我们说以后的日子到底是生 我们说这样是生还是死 就是生死存亡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耶稣亚要百姓来去明白 应该怎么样来对神的要求来做出一些的对应 或者我们说一些反应 那我们今天就来去查考一下这个23章里面的一些教训 来作为大家彼此的勉励 首先我们可以第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说 耶稣亚他知道说他年纪已经老迈了 所以在14节的时候他对百姓这样说 第一句话他这样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也看到这里这样说他年纪老迈 从这一句话来说 让我们明白到一些事情 第一我们发觉到说人生必定会走向这个道路 就是我们说人会在世上来去结束他的生命 所以不管你是信主的人或者没有信主的人也好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都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限制 神知道我们会活到几岁 那对我们尤其是信主的人来说 我们活着的时候所看重的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的人有这个永生的盼望 既然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上是短暂的 是暂时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只不过是为这个克里 是寄居的 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安息等着我们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安息圣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遵守他的诫命 不但只是说来去遵守神的诫命 纪念神的创造等等而已 更加地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安息 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应该看重什么呢 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 来去朝向的一个目标 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能够学习得到的 对于耶稣亚来说 当然他没有留下这个我们说这些产业 给当时的百姓 因为当时的百姓已经有了这个地为业 他所留下来的我们说这个遗言 就是关复到神的事情 关复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让他们明白的 让他们晓得 那他们应该在神的事 在对神来说他们应该怎么做 他也让他们晓得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应该好像耶稣亚一样 当然我们不可以因此说 我们不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辈 后代这样来说 但是可能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留下给他们的 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只是留下房屋车钱 我们说这些财产吗 物质上的财产吗 还是把这个信仰给留下了给他们 这就要看我们平时 我们自己本身这个信仰是如何 如何来去看重这个信仰 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把什么最重要的留给后辈 耶稣亚他知道把什么最重要的留给后辈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 从耶稣亚所说他年纪老迈 他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 他很清楚地知道说他在神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快要到了 将要结束 从年轻好几十岁的时候开始来出埃及 来去开始协助摩西 一直到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一直让他们我们说安定下来 这里说安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是好几十年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我们从耶稣亚的身上让我们明白到说 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说在神家来去服侍的人 神可能给我们一段时间 在教会里面来去服侍神 服侍信徒 有些人的时间可能是比较长一点 有些人的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 可能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间来 在教会来去服侍神 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如果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们应该是好像耶稣亚这样 最少有一点要像耶稣亚 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工作 好像是一种交办交给下一代 所以他招了这些我们说这些带领的人 这领导来到他面前来跟他说明神的事情 他也明白到说 他的时间到了没有 就是告诉他说 不可以说没有我就不行 可以让别人来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他就召集了这些领袖 然后这带领者来到他的面前 就好像当时的摩西一样 把这个帮子这个接棒交给了耶稣亚 所以一间成功的 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教会 这个传承成功 我们一定要来去学习 如何来去交棒 这样的话神的工作 才能够很好地继续地下去 这是值得我们在教会服事的 所有的仆人 所有的工人 要来去思想的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呢 当中就有这些我们说 接不上的 好像接不上的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值得我们在从这个 耶稣亚年纪老迈 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事情 所以他跟他们所讲的话 都是关乎神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他跟这些 我们说这些带领的人 讲了一些什么话 首先他先把这个神 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一切的工作 很清楚地来去告诉他们 比如说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的第一句话 这里说耶和华 神使以色列人安静 当然神能够让以色列人安静 首先是先为他们来去征战 第三节 下半句话 他这样说 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 耶和华里面的神 所以能够得到安静 能够让他们安顿下来 首先是因为神的征战 神的这个征战 怎么让我们明白到 是在多有能力呢 神的这个征战 是有多有能力的呢 我们看这个第九节 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他说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 因耶和华你们的神 照着祂的应许 为你们征战 所以这里这样说 是神在为他们来去征战 因为中文圣经说 好像一个人 可以打一千个人一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神彰显祂的能力 第九节这样说 让他们在敌人的面前 最后那句话说 能够站立的稳 这就是神这样来去 为他们来征战 那我们想回来 为什么神要这样来 去为他们征战 让他们来去安顿 或者安静下来呢 是因为神的应许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你发觉到 在二十三章的时候 神不断地提到说 神的应许 这个耶稣亚不断提到说 是神的应许 在他们的身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第五节 我们也看得到 比如说第十节 比如说这个第十四节 十五节也能够看得到 所以不断地 这样这些字眼 就是说神的应许 在他们的身上 都出现在二十三章 因为神应许了 他们的始祖说 要把他们带到 这个神的 这个我们说 牛奶隐秘之地 这告诉我们 神就是一个守约的神 所以十六节将告诉他们说 既然神是一个守约的神 他们也应该要来去守神的约 如果他们不守神的约的话 他们就会灭亡 所以这是官服到他们的生死 存亡的事情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 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是一个慈爱的神 是一个信实的神 所以神的话是一句都没有落空 这里第十四节将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 将让我明白到 耶稣亚要让百姓了解到 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神是一位守约的神 这一句告诉我们 让我们明白到 神的一个属性 神的性情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就是耶稣亚所敬拜的那位神 同样的这一位神 今天在我们身上 也是有这样的 同样的一种性情 或者属性的表现 祂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同样的 就好像耶稣亚当时的那些百姓一样 要有做出正确的一种反应 因为这位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 是永远活着 永远不改变的神 今天神已经把这个救恩 借着祂的爱 把这个救恩 白白的舍了给我们 就好像说 我们已经来进到 这个迦南地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路程还没有走完 我们只是接受了这个救恩 我们要等着永远的救恩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保守我们自己 一直到我们最后得到 这个永远的 这个将来的赏赐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 我们所谓的 我们说生死存亡 是有关系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耶稣亚要让他们 明白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除了这一些让他们 明白到神是我们说 信实 慈爱 守夜等等的神之外 那耶稣亚还要让他们 知道说神是他们的什么 让他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了解 我们可以看这个耶稣亚记的第十三章 耶稣亚记的十三章 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的下半句话 33节 33节这里这样说 耶稣亚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 正如耶华所应许他们的 更加耶稣亚要来去表达的 让百姓明白的 让他们要明白到说 神也是他们的产业 不单止神是慈爱 信实 什么守约的神 更加重要的让他们明白到说 原来神就是他们的产业 也就是说神是他们的所有 神是他们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 那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说 神就是我们的产业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要来去思考的 如果神是我们的产业 如果神是我们所有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一定是对我而言 应该来说 一开始应该会看他 非常地一个宝贵 非常地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的焦点 会常常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焦点放在什么事情上 或者说最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事情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样去衡量一下 我们就知道说 神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产业 耶稣亚要让他们明白到说 神是他们的产业 那如果神真正地成为他们产业 他们这些百姓 对神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呢 我们看回这个耶稣亚记的23章 23章内容当中 耶稣亚要求百姓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说神是我们最重要的 在什么事情上让我们能够表现得出来 神是我们最重要的呢 或者说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 那在什么事情上能够表现出来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爱神的呢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说神 我们知道说我们看不到神 我们怎么说也不能够真正来说来去爱祂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都知道说神是灵 当然从圣经来看 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去 我们说去关怀 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去坐在神的身上 我们的关怀 我们的带导 我们的帮助 就是好像一种 看神为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产业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主里面 主耶稣也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坐在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把神 看为我们最重要 看为我们的产业呢 那从23章我们就知道 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看这个23章第6节 23章的第6节 它这里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写在摩西立法书上的一切话 不可偏离左右 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 来表现出我们看神为重要的 就是来去遵行神的诫命 神的话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也关负到我们 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我们讲到这个遵守 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听到 很多这样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当中 有时候我们可以来去深思一下 到底是 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 来去遵守神的道理 我们从23章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 能够学习到 我们能够如何来去遵守神的道理 第6节 我们先看回来第6节 第6节说 你们要大大的壮胆 看起来这个遵守神的诫命的大前提 就是要大大的壮胆 就是说要遵守神的诫命之前的 那个要求 你要大大的壮胆 那上一次我们在17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解释过 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大大的壮胆 就是说我们对神 要有很大的信心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对神的话 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 没有信心 那是没有办法来去遵守 当我们对神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之后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守来去遵行 我们说谨守的意思 就好像他们说 刚才中文圣经是说 要小心地来去遵守 就好像这个11节这里 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要分外地谨慎 或者说我们很小心地 很注意地 所以告诉我们说 对神的话 我们是非常的注意地 非常的谨慎地 来去了解 来去认识神的话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 神的话不是听过了就算了 今天听了道理那就算了 就是这样过了 我们要仔细地来去认识 神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看11节的话 这里也告诉我们 要爱神 这爱神的意思也就是说 要爱祂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 自己这样的一些 一些就是问号 一些问号 我们对神的话有信心吗 我们很谨慎地来去遵守神的话吗 我们爱神的话吗 我们是不是确实地知道神的事情呢 神的话的那些内容是什么呢 就好像13节这样说 这里这样说 你们要确实知道 我们对神的话是确实是很肯定的吗 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一种 我们说一种表现 一种心态 还有14节 他甚至这样告诉我们 中间的那句话说 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 一心一意地知道 那个焦点是放在神的事情上 神的话上 这就是我们对神话的 这样的一种表现 我们是值得 我们这样去思考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真的这样来去 对神的话 有这样的一种表现的话 那我们发觉到说 这位神真的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看回这个23章 23章有好几次 这个耶稣亚 这样告诉他的 告诉百姓 当他在说到神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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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几次 在23章都这样提到 比如说在第五节 在第八节 都等等 都这样提到 真的要让他们知道说 这位神 真的是很各自的 是他们自己的神 这位神也就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要来去爱 要跟这位神来去守约 他们是一心一意的 来去爱这位神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 好像耶稣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是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23章 耶稣亚提到两件事情 百姓要特别注意的 在第七节 他说不可以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 他们的神 你们不可提他的名 不可指责他 他提示也不可侍奉叩拜 所以这里这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这些这里有些事情 他们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很容易地 就能够 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能够转移 就来去跟从他们 来去拜偶像 12节这里也将告诉我们 不能够以他们的国的人 来去联络 彼此结亲 互相往来 所以这里将告诉我们 当时的百姓两件事情 他们要特别注意 简单来说 就关于到那些假神 还有跟他们 我们彼此结亲 互相往来的事情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都常常受到 很多的周围的这些影响 可能这两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大问题 不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什么做 没有做 没有照着他们来去做 但是在别的事情上 可能就会受 别的一种影响 所以我们要特别地谨慎 我们要注意 我们周围 什么事情会影响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会毁这个约 跟神之间的约 因为这个我们说 转向 或者说不在神 这些事情上 是很容易发生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十二节 十二节 它这里这样说 英文中文圣经是说 你们若稍微转去 英文是 那中文圣经是 稍微的意思就是 很小的 我们说很少的一个改变 很少的一个改变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说 这个误差的范围 这margin of error 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这么容易 就很容易 就很可能 就会转变 所以第六节的 那个最后一句话 它说 不可偏离左右 就是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焦点 是完全的朝向 是没有什么 我们说误差的范围 所以今天是值得 我们来去思考的 一个问题 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 为什么神会把 我们说 这些 一些仇敌 还留在 这个以色列人当中 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的第一节 这里说 耶和我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以视为的一切仇敌 已经多日 所以告诉我们说 他们周围还有这些敌人 虽然他们是说 主要这样来说 已经安定下来 但是他们周围还有一些敌人 甚至在他们当中 还有一些外族人的存留 在之前的几章 我们知道说 有这样的人存留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有他们理由 从圣经来看 我们知道说 一些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他们就是说 没有这个信心 来去 因为已经挺安静 所以就 没有这个心 来去把他 再去把这些敌人 来去除灭 或者赶出去 可能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上一次我们查考的 说 这些人留在当中 也可以怎么样 让他们来去做苦工 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这就是让他们留下来 当我们看事实记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 另外一个理由 为什么这个神 让这个思维的仇敌 就是说 能够安静 还在周围 还在他们当中 这样来说 我们看这个 四世纪的第二章 四世纪的第二章 我们看这个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 所以耶稣亚死的时候 所剩下的各族 我必不再从你们 他们面前赶出 二十二节 为要借此 思念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照 他们的列主 谨守遵行 我的道不肯 二十三节 这样耶和华留下 各族不将他们 速速赶出 也没有交付 耶稣亚的手 所以从这里 很清楚告诉我们 有一些族 还留下来 主要的就是要试验 要来去试一试 这些以色列人 到底以后 会不会遵守神的诫命 到底是不是会把神 当成他们的产业 到底是不是把神 当成他们个人的神 如果一个人 真的把神 当成他的产业 把神当成 他们各自的神 他们就能够来去 谨守遵行 神的诫命 他们就能够 继续地生存 在这个神 所应许的 应许之地 神就会为他们 来去征战 神会让他们 得到平安 只要他们 一心一意地 来去跟从神 今天也是同样的 我们也要 一心一意地 来去跟从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 生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 非常重要 我们要明白的 这个道理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 茶经聚会 就到这里结束 那我们就一起 感谢观看